Hello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葡萄的画法 首先我们调出紫色 直接用颜料盘里面 直接用咱们的颜料里面的紫色就可以 如果觉得这个紫色太纯了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花青 或者是加一点点红都行 我们加一点点花青 让它偏蓝一点点 或者是来一点点薯红 让它的颜色不要这么紫 接下来我们来画葡萄 葡萄的话一般是两笔花青 看一下现在这样 左边一笔 右边一笔 可以把中间这里稍微留一点白出来 可以留也可以不留 两种方式都可以 或者是这个紫色 然后再加一点点淡末 加一点点淡末 这样的来画这个远处的 或者是后面的葡萄 它颜色就会显得深一点点 好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前后的这种关系 这种遮挡关系 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前面画了一颗 又在后面画了一颗 同样这一边的话 可以这样画一颗来一点点遮挡 同样我们可以用这个紫色稍微加一点点白 让它的这个葡萄的颜色多种多样 它的这种亮度都有 每一种亮度的这种葡萄都有 这边单独来一颗 可以把中间的高光像这样流出来 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都是朝一个方向 那就是这些高光都是只朝一个方向 你不能一个高光在左边 一个高光又在右边 葡萄有深的有浅的 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能都画成一个颜色 同样有密有疏 这边的密集一些 那其有一些地方呢 可以就画的少一些 疏朗一些 好 画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来一点其他的颜色 比如我们用藤黄加花青 可以调一个织绿色 带一点点绿 底先再去称一点点刚刚的紫色 让它不要太绿 我们国画是有一些详细录播教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发消息领取 好 画几颗这样的绿葡萄 它们相见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藤黄加花青 用刚刚的这个藤黄加花青 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叶子 加一点点紫色 它呢 大致还是偏一个绿色 当然也可以偏这种褐色都行 好 画叶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 画叶子一般呢 是侧风画 好 颜色调好之后 侧风 把笔这样打平 本来笔是垂直的 这个是中风 现在我们把笔打平 跟这个纸啊 差不多 处于一个平行的角度 侧风这样刮 好 再刮一下 这边再刮一下 两片叶子的颜色呢 也是尽量稍微区分一点点 通过这样的几笔把它重合在一起 带出这样的小尖尖出来都没问题 好 然后接着呢 多一点点这个折尸 然后呢 还甚至可以加一点点弹幕进来都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换一只狼好笔 我们要来画它的藤 画它的金 画它的藤蔓 这个时候呢 可以等它干 等整个的画面差不多八九分干 接着呢 我们再用这种枯笔 比较枯的这种笔触感 顺势着呢 把这个树干上的像这些小的青苔呀 这种也可以顺势着点完 这边的枝呢 可以多伸出来一点点 这种枝画完之后呢 我们来点果旗 点果旗的时候要注意啊 果旗的方向是对着这个枝 这个果旗就不能跟高光一样 都是朝同一个地方 大家看见没有 现在的果旗呢 都是中间的 还好 侧面呢 都是朝 往中间朝向 点完果旗之后呢 接着我们加一点点水分 用一点点淡末 刚刚呢 是用浓末 现在用淡末 好 来勾一下这个叶子的金脉 最后呢 我们用白色 白色呢 用的浓一点 用白色来点它的高光 如果刚刚是留了白的呢 那就正好点在刚刚留白的这个位置 那有一些在后面呢 那个葡萄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点 这些因为被遮挡住了 它就没有高光 那有一些能被光直接照上来的呢 我们就点一下 点一下它的高光 最后呢 可以提款前印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 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